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香港早晨节目时段 今天就是2022年的4月16日星期六 今节有我许禅 请大家like我的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报》、《沙冷器》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天继续是假期 复活节的时候 大家都会趁机出去松一松 看到昨天真的都相当多的地方 尤其是一些叫做郊区 野外的地方 是领舍多人 昨天最过瘾的一段似乎都是一位大婴山司机 应该就是了 他今天应该很红 在自己的同事之间 因为他很好心 虽然他那段录音是充满相当多的粗口 而粗口的运用程度是可以拍得住澳洲真BC 即是可以缺一高下的那一款 他大致上想说大婴山方面太多人了 根据他的非官方统计和目测 他说不实施这个人流管制真的不行 我将他的粗口全部剪掉 还说起码有10万人进了大婴山 他说连条马路都是人 这次死了 他一个很关心香港人 也说单车都过百驾 我想应该是踩着那一只 因为进大婴山踩单车是挺好玩的 不过也挺辛苦的 大家有心理准备 好玩呀 进去冲去玩 还说到处都是人 连马路都是人山人海 他也说没有人理 迫到这样 那是不是完全没有人理 我看到有不同的人 给了一些影片 我看到了 他就拿着车一边拍 就拍到一群人沿着整条路在海旁 被警方一网乘琴 有一些似乎是口头勸语 有一些见他们已经拿了银包 身份证出来了 基本上就走不掉了 接着见到这位司机 大婴山司机又说很多关于自己遇到的东西 又说什么有个飞龙姐姐 又说什么上来又说不知给多少钱 又说什么有洋人又走了下去 他说很多东西很好笑 还说香港快来录沉还是怎么样 挺有趣的 就算沉的话 假如因为他身处在大婴山 沉也是沉大婴山 是不是 也提到有市区的士 怀疑违规闯入禁区 又说有警方追接他们 这位大婴山司机 他在路线上看到这么多东西 这么光怪录你 会不会有些人就觉得 哇 这么夸张 是不是 那进去看看 那希望如果这么逼的话 就不要走去这样逼 那虽然粗口方面 非常之多 但是呢 其实我们 有时候说粗口 粗口的背后 我都要看回 究竟内容是什么 其实他都很好心的 提醒其他司机 要小心大婴山方面的交通 他形容那个情况 好像以前过新年那样 深圳过境回香港那样 就是人山人海 擠滿了人那只 那不单止 我看到有些相片拍到 西贡码头都逼得爆 是密质质那只 我都很担心那个 码头呢 会断裂 就是人多了 那当然了 这个就是说笑而已 那另一方面呢 也都有 市民报料 在荃湾 一个巴士总站那里 非常之多人排队 就等车位上大巫山 那其实 大家呢 去一些 郊外的地方 或者远离市区的地方 其实都是想 人少少 走一下 感受一下这个清新空气 就是如果呢 又逼啊 又人多啊 看人头 那样呢 其实 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去的意思呢 那可能你说 嘻 那也没办法的 那我放假才有时间上去 平日怎行 那我意思是指 不是不行 只不过是 那感觉上 可能会差了一点 那还有很多 西九海滨长廊那边 草地 都很多人呢 就带了个帐幕仔去 在里面 野餐 坐下 露天 感受下这些 海风 看下这个维港景 RFC那边 都挺漂亮 挺舒服的 其实那些网民都挺有趣的 哇 听到那么多粗口做助语词的话 可以联想到 差不多 是不是真的 近乎叫六尘呢 那也不关事的 那可能是 他 这位司机大哥 一向说话都是这样 都不行 那我们记住 昨天张竹军医生都说了 现在来说 还是 接近是一千的 那个确诊数字 大家不能够掉以轻心 还有 仍然是有很多市民 因为未确诊过 所以那个风险 仍然存在 当然 确诊过 都会有机会再中的 这个要澄清一下 这个要澄清一下 那怎么都好 希望大家 真的这个 动态清零方面 是否要用心 做好一点 那些家长都说的 复课之前 带子女出去 走个圈 这样的意思 就知道他 未来会再上学了 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出去玩了 要忙功课 都说有担心 或者会有染疫的风险 不过会做好个人的卫生 还有真的要困在一起 都很久了 那没办法 家长都要上班 都是趁放假 才能够带他出去 那我们也要体谅一下 那先说一下 是不是警方没有做事呢 那其实昨天 复活节的第一天 当局都发出了大约 560次的劝语 那有4个人就遭到票控 那他们说这些叫做报复式出油 那那当然 这个时候 不要又赶政府了 其实政府都说了 那些人听要出来这样玩 那没办法 康民署都出了呼吁 叫大家切勿松懈 继续同心协力 以这个持之以行的态度 去遵守防疫抗疫的相关的规例 而减低病毒在社区传播的风险 哇 可能有些人听到我这样说 然后觉得好烦啊 好像阿妈那样烦啊 你 没办法了 如果这么大个人 不理就不理的 那怎么会跟你说那么多 是不是 阻止不了 不过看到 那里西九海斌那里 那里的帐幕密到什么 那都有些职员都在帮忙 拉住一个banner 什么1.5米距离的那些 就是叫一些人 哎呀 张手张手 这样的 不过都一件事了 那还有啊 今天开始了 特首林郑月娥呢 每天的抗疫记者会 终于可以结束了 那大家这个 苦苦糾纏 最惨是什么 要应付那些万六元记者那些 看见了 都人都瘋了 之前的四波相比 都是那句 他有句说 大家就这么做了 不知道多不多人去消费了 那看到消费券那方面 警方呢 在14日那天 就以串谋诈骗 拘捕了 四个男女 涉嫌 就以不发手段 制造虚假交易记录 加起来 那套影也挺多 36万的消费券 其实呢 一早已经说了 这一样是违法行为 我真的不太明白了 你明知是这样的 都要去套影这样做 那你是不是真的很等着 现金来到 去用到一些 电子消费券 不能够涵盖的地方呢 是不是叫那么急呢 还有 说明这些电子消费券 那个交易记录 无所遁形的 我都不太明白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 那些不发分子 就会以电子消费券的 八折九折的金额 就转账回给市民的 网上银行户口 就冒充 用了这个电子消费券 来做一些本地消费 交加万万都涉及了60个 消费券的使用者 不要以为你是提供给他套影 然后我拿回钱 那都不行 那都是有机会干犯了 串谋欺诈罪的 警方方面都提大家 不要以身示法 有些人又出来赖了 有没有搞错 一天都是政府的错 为什么不派现金 不派现金 那就不会引人犯罪 这样也可以吗 我见过有类似的说法 神经病 那些什么人渣潘小徒 很喜欢贴这些新闻出来 然后派现金 那些 就是说这些说话 很贱 即使等于像那些 你煎鱼 就问你为什么不蒸鱼 你蒸鱼的时候 又问你为什么不去炆鱼 或者炸鱼 所以有些人真的很烦 好了 刚才提到 小朋友方面 过了复活节 过了复活节 接下来都真的要上学 靠早前 大家还记得 所以有时那些症棍 有时说得实在太快 例如复货的时间 日子要安排 究竟是怎么样 我们都说过 这些叫动态清零 对于复货的内容 和那个细节 真的要随着疫情的变化 才可以去到一个不能够再拖的情况下 才去公布 其实很多学校都体谅这个情况 反而那些什么症棍 什么邓飞 那些古灵精怪 那些 整天都在吵这些 又说什么 担心什么危险 你觉得政府不担心 学校不担心 两方面 其实教育局和学校方面 一向都在协调 我相信这个邓飞 他对于 学校那方面的人事 那么认识的话 没理由不知道这一点 估计论也好 学生回到学后 要做每日快七包 即使要阴性才能够上学 除了学生之外 教职员也一样 大家已经入定课 上足子弹 之前在吵了 就是说 为什么只为有两类 家庭经济方面 有特别要援助的学生 才给免费快策包 其他为什么没有呢 我都在昨晚的晚间直播 都提到的了 那些政策议员 还有联署 又要送给全港的学生 还是什么 又是负担大 还是什么 看到教育局方面 都说已经是 复活节假期之后 就会开始派发到快策包 去到学校了 大家不想象到 这样都会骂 什么不是先给定的吗 即是他们上学 一开始一两天 未必能得到 不是吧 真的 几个十多二十元都买不到 老实说 刚才我都提到 有电子消费券 你拿来买着少少先都可以吧 就算我假设你 惨点 单亲的 但是又不需要拿中回 不用拿书布津贴的 学生家长 是不是都买不起 几天呢 甚至乎大概一个礼拜 左右呢 因为有机会迟给 因为教育局方面都说了 可能有机会 四月底才完成这个派发的 即使有没有 全港学生都免费的 给他们用呢 我想就是那句了 你有你联储 政府有政府 这样的安排 不是说 我觉得呢 特区政府给得起 那你就要给的 那资源呢 是要应用在 有需要 或者是最有迫切需要的人身上 不是说 喂 我有这么多钱在这里 不要紧了 照买啦 照买啦 当你没钱上来 才赤的上来 那怎么办呢 到时呢 一亿 两亿 三亿 十亿都是钱来的 好像当一亿 好像不是钱的 你会当阴师子 那即使那些家长带小朋友出街玩 轻喝玩乐 那也OK 但是接着呢 叫你 十元八块出来 买个快差包 给小朋友用 或者我当你买十个了 买够十日了 那都是 我当你一够水之内 是不是 那里都够用 两三个礼拜 在学校都 你这样都吵的 有没有搞错啊 真的 那希望复货之后 就顺顺利利了 那后不如说一下 那些正圈的东西 那帮黄友 那为什么呢 或者BNO girl 很多都 因为什么 而离开香港 当然说什么 香港每天都变坏 还是怎么样 好像当香港 好像一个橙 每天都在腐烂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说这个所谓 港区国安法 又说 哎呀 说关于港区国安法 其实都值得和大家分享 那又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 有些黄友 或者有些黑暴友 BNO girl 都会来说 什么恶法 有这样那样 甚至乎 现在好像 拉了谁 谁之后 好像欧加伦 那样 我不知道是否因为欧加伦 的事件 令到市长有感而发 所以出了这篇文 他们又说什么 红线 很难触摸 究竟是哪一道 打哪一道 似乎 那似乎 这次司长 治理行间 有意无意地 都是在说类似的东西 那些什么红线 处处 那些很值得和大家 来谈谈谈谈谈 他又说 最近有人针对香港的 刑事司法制度 组出一些无力的批评 就说 香港国安法 或者其他的本地法例 的危害 国家安全罪行的控制 就是含糊 那他就说了 其实港区国安法 清楚列明了 构成每项罪行的元素 包括犯罪行为和意图 也引用了唐英杰案 说到高等法院的 原众法庭 已经解释了 煽动分裂国家罪 和恐怖活动罪行的元素 而法庭裁决的理据 也都可以随时在网上 已经可以找到 所以不是这么深奥的事情 有时我们的摩根编辑部 我们的James 都在香港的法律的网站 那里展开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知道 究竟是哪里打哪里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 也都说 香港的刑事司法制度里面 被告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 就着某项的控罪 要求提供更详细清楚的详程 也都可以就着有欠妥善的控罪作出投诉 法庭会就着所有程序的问题 作出适当的考虑和公平的判决 也都有提到 部分被控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 被他保释还押超过一年 应该只是那班泛民 就是35家初选案那些 他说到了 有部分被告已经获准保释 当中也包括了一些前立法会员 即使吴志全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还可以大无私仰去这个牛气 吃火鍋 挺爽歪歪 虽然有一宗案还在审计 如果在他的角度来说 就继续审计 到底他做了这么多年 立法会员 我想应该在山大斩还有柴 都还有一些钱 还记得之前郭永强扯去三岭 那里众筹都超过一百万 现在都被律政司禁止了 那剩下的钱怎样 就自己带 带来平安 所以多谢这帮傻子 你打算给他去告私人检控 然后现在没有一件事了 有与无路 可能那帮傻子的心里 就会自我感觉良好 他到时会拿钱去帮手足 帮你的头 612没有了 石长花没有了 星火又没有了 帮什么 扔回给陈志全 他不是手足 是不是 就是这个意思 那司长再补充 他说每宗案件 由提出检控 直到审讯之间所需的时间 是要视乎很多项因素而定 例如究竟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查 或者是提出需要在审讯前先处理一些申请 也都强调所有的申请都是按照既定程序处理的 并且是充分有循住这个正当的程序 至于执法权那方面 正经华司长就说了 执法机关是可以根据有组织及严重罪案条例 里面向法院申请提交令或者限制令 来到等调查有组织的罪行或者防止疑犯 这些财产应该就是许智隆 这些命令是可以由法官在庭内认住单方面的申请而发出 他也解释了 为了防止疑犯销毁证据 或者将这些钱放在他 或者作出其他阻碍调查或者妨碍司法公正行为 所以必须要透过单方面去申请授权 那当然了 如果还要等辩方来不来上庭 他都走了老了 许智峰怎么会有辩方律师 他说这些做法也是很多司法管制区常见的做法 所以并非是不尋常有打压 所以这些垃圾看见都作呕 所以大家听了这一篇之后 有机会遇到这些黑人争的人 说有什么打压许智峰 那你就拿出来搏下去 好了 今天的香港早晨时段暂时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